《抗美援朝工程总队专题展览》 在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枚 红约110厘米 直径大概有20厘米的美军航空炸弹 它是当时美军B-29轰炸机配备的重型杀伤武器 也是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航空炸弹之一 当人们走进这枚航空炸弹会发现 它只剩下空壳 曾经威力巨大的炸弹 如今就像被卸掉力尺的猛兽 再也没有伤害无辜的能力 是谁降服了猛兽 拔掉了它的力尺 那个时候美国人就飞机不炸了 炸了上下的铁路 他们没有照射机 所以我也照射机 我拍的那照片都比较真贵 机会难得 这是我拍的 对 出来溜弯 出来溜弯 正好没有鬼子 轰炸 炸情绪 你还当时拿了相机出来了 这是一枚重达1000磅的美军航空炸弹 它有效的毁伤半径可达200米 弹片在1000米距离外仍然有杀伤力 画面上 正在全神贯注拆除他的人 就是被称为拆弹英雄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郭金生 当时赶到青山江时候 敌机就开始轰炸了 偷弹了 飞机一过去 郭金生他们就从雪地里边跳了出来 就开始了拆弹 这个照片也就是几米两三米 我后来问他怕不怕 他说大家都是这样 过了这个战争环境 汛染了以后 觉得没什么东西 都是一样的了 当时咱们没有战友 郭金生 我挖出来从这个炸弹里边挖出来炸了 那是很危险 因为炸弹这么大 我就想 老英雄 从1951年8月到1952年6月 美国空军绞杀战期间 美军的宝盒式轰炸 破坏朝鲜铁路 19886处刺 桥梁1729处刺 隧道43座刺 集水战148战次 军人与平民伤亡更是不计其数 五百万大弹下来以后 他就是要要炸着整个坑 只要一个连两天搞一天 敌机脱弹 我们一个战士就 当场也牺牲 我记得有一个牌战 一次也是敌机脱弹的时候 牺牲 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敌人能炸 我们就能修 但狡猾的敌人 为了有效严阻我方抢救和抢修工作 使用了人工设定触发装置 严实引爆的定时航空炸弹 在朝鲜战场 这种更为危险的武器被广泛投放 他们往往并不会在第一时间爆炸 而是在人们毫无察觉和防备的时候 发出致命一击 支援军战士和朝鲜平民 曾饱受这种航空定时炸弹的危害 著名的登高英雄杨连帝 就是在工作中因定时炸弹爆炸而壮烈牺牲 定时炸弹虽然危险 但至少给支援军战士们留下了解除威胁的时间 只是 要解除这种炸弹威胁 人们要面对两大难关 心理观 技术观 定时代 这一恶毒的阴谋秘密 不知它的构造 不懂它的性能 不摸它的规律 不了解它的全身 这些秘密都是难以猜测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短片呢 拍摄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影片中的主人公叫做郭金生 他就是我们志愿军部队的拆弹专家 那么他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英雄郭金生的女儿 郭耀环 给我们揭秘背后的故事 我们掌声欢迎郭阿姨 郭阿姨 您好 今天请您想想您父亲的故事 我们刚才说的那段短片 您之前看过吗 看过 在53年 康米援朝胜利归国以后 我父亲带着我和我母亲 在沈阳市的和平电影院 看的在朝鲜战场上 我父亲他们写定时炸弹的纪录片 名字叫钢铁运输线 那是第一次 当时我才只有13岁嘛 我看见我爸爸在镜头上 我要喊我爸爸 我说爸爸 我爸不让我吭声 为啥 我爸说的咱们要低调 现在讲的叫低调 其实他是个大英雄 他不想让大家知道 不想让大家知道 那真是低调啊 那就得问问郭阿姨了 你看父亲一开始 只是一个修铁路 维护铁道 这样的一个铁道兵 那他怎么就赶行拆炸弹去了呢 这是怎么一个过程 七十年前 今年已经是康米援朝胜利七十周年了 不是 五零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就发动了战争 开国领袖毛主席 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号召 抗米援朝保家卫国 当时我父亲是铁路上的线路工 线路工是干什么呢 就是拿个钉锤 在那检查线路的 看看铁路有没有效保养的 还有没有问题 我父亲就坚决要求到朝鲜去 我当时很小 当他走的时候 送他上车 那都是可多当兵的 我不知道是咋回事 一说他要走 我妈光看见我妈光流眼泪 我不懂 就这样 我父亲就随到铁道兵工程总队 熊啾啾气昂昂地跨过了崖禄江 到了朝鲜以后 他们的任务就是维护和抢修铁路 把这个战备物质 武器弹药粮食和生活用品 及时用到前沿阵地 检查线路的时候 第一次他是下了夜班以后 发现了锅山车站 朝鲜有个锅山车站 在这个车站 有三列三个车着火了 美帝国主义仗着他空军的势力 在朝鲜战场上狂轰乱炸 转炸咱们铁路线路 想要中断咱们铁道线路 没有文化 他就在折磨自己有个设想 他自己琢磨 他说的 这炸弹是人造的 咱们能不能把它卸开 给它拆了 给它拆了 这美国能造 咱中国人能不能把它卸开 我父亲就有这么一个大胆的设想 1952年2月18号 正是反绞杀战的第三阶段 这个时候呢 郭金生碰到了一件 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 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了 他未来的人生决策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1952年2月18日 反绞杀战的第三阶段 美军在遭到前一阶段的失败后 历时就虚 开始集中轰炸运输线上的车站和重点线 铁路过山 陆下底段被反复轰炸 2月18日晨 敌击再次轰炸过山车站 顷刻间烟雾弥漫 一片火海 战场设施被破坏殆尽 敌击离开后 抢救队伍马上赶到 战士们首先看到的是 陆基上两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郭金生和战友们都清楚 要想通车 就得把定时炸弹拉走 可就在战友们拖拽定时炸弹时 他们清楚地听到 炸弹中滴答滴答的定时器 开始倒数的声音 炸弹中 这段拍摄于抗美援朝前线的影像 真是反映了搬运定时炸弹时的巨大风险 这种杀人力气最大的威胁 在于他不仅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还在爆炸以前给人的精神 造成一种隐而待发的威慑 他就像悬在半空的达摩克里斯之舰 人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落在你的头上 面对定时炸弹 支援军战士一开始的办法 是尽量把他们移到远离人群的地方 但这样做 不但没有根本排除危险 搬运过程也常常会造成巨大的牺牲 究竟怎么样才能从根子上排除定时炸弹的威胁呢 郭金生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也看到了 郭金生要去拆这个炸弹 而且当时美帝国主义扔的这些炸弹 尤其是这种定时炸弹 对我们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军事专家 就是军事科学院的丁伟教授 丁教授您先帮我们说说 那面对这些炸弹 尤其是定时炸弹威胁 我们怎么做 战士们刚开始对这个情况不了解 他只是想办法把这些炸弹 把它拉到安全区 然后给它引爆 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通过不停地摸索 对这些炸弹了解它的结构 了解它的性能 这样逐渐地我们就会拆弹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时前方这种专业人员 尤其是拆弹的技术人员 其实数量还是很少的 我们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 是的 因为我们母军到朝鲜作战 是人民的第一次的出国作战 所以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新情况 我们没有这样的专业人员 只是我们都是我们铁道兵 他不了解这个情况 逐渐地去摸索 然后他后来会成为一个插道专家 也就是我们没有这份美人才 但是我们逐渐地会 逐渐地我们这些人才 会变成这种插道专家 成为人才 因为之前像您说的 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大家不了解 但后来看到很多战友伤亡了以后 心里会产生恐惧 这是太正常的 对吧 所以尤其是定时炸弹 我就算去拆 我就算会拆 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 所以心里这关能过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也就是说我们在拆除这些炸弹的时候 在心里上要有很大的承受力 也就是我们不仅要有这种勇气 要不怕牺牲 而且还要有科学的态度 要懂技术 但是在心里上 这是必须要战胜自我 才能走出这一步 好 谢谢 谢谢丁教授 您跟我们的分析相解 谢谢 当时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郭金生是亲眼目睹了 战友在移除美军投下的炸弹的时候 不幸壮烈牺牲 于此他也下定了一个决心 就不能光移他们 不能光搬他们 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些炸弹给拆除 但是摆在他面前的 不光是我怎么拆 有技术难题 而且是随时随地 可能面临炸弹爆炸 这样的生死威胁 正是亲眼看到了 定时炸弹的严重威胁 及其特殊的破坏作用 郭金生暗下决心 绝不能让他吓到 一定要虎口拔牙 解决这个大难题 此时的郭金生 还是铁道工程总队的 一名线路工 经常和机械设备打交道 对于航空炸弹 这种复杂的设计 他了解并不多 但他相信 大道相通 任何机关 能装 就一定能拆 2月22日 敌机又在路下地段 投掷了定时炸弹 闻学后 郭金生慢慢地 爬到了定时炸弹旁 他格外小心 从头到尾 仔细地看了看 并用耳朵听了听弹体 里面传来 滴答滴答的声音 郭金生意识到 定时器已经开始倒计时 必须要抓紧时间 天上 北军飞机仍然不断来袭 此时的郭金生 额头上开始伸出冷汗 他尽量通过深呼吸 让自己冷静下来 郭金生小心翼翼地 拔开弹尾四周的土 发现炸弹尾部 一个突出装置 根据自己有限的指示 他判断 这应该就是固定反拆卸装置的螺丝 这是郭金生第一次独立完成 拆卸定时炸弹 与其说他战胜了敌人的 杀伤性武器 不如说 他首先战胜了自己 郭金生经过自己的尝试 拆除了第一颗炸弹 他迈出了第一步 但接下来 他又会面对怎样的挑战呢 好 朋友们 今天在演播室呢 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 是一位拆弹专家 张宝国警官 张警官呢 已经和各种炸弹呀爆炸物 打了39年的交道了 他成功处置射包现场 130多次 鉴定排除销毁各类炮弹炸弹 18000多发 完成重大活动防暴安检任务 2000余次 所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 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张警官 张宝国 1999年转业脱掉军装 换上警服 20多年来 长期战斗在安检排暴第一线 今天 即便有先进的防暴技术和防护装备 拆弹排暴依然是与死神打交道的危险工作 2005年 张宝国就曾在销毁炸弹作业中 造成全身多处烧伤 双手之残 至今 不能伸直的手指 成为当代拆弹英雄 出身入死的标记 张警官 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 学习资料 去学习 研究各种各样的炸弹 但是我们把时针 拨回到70多年前 您回到当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像郭金生 老先生 他们这样的一批人 可能还没有更多的专业知识 他们在面临这些炸弹的威胁的时候 肯定最重要的第一步 是不是就是技术观 对 当时我们国内 我们自己的飞机都没有 都很少 所以我们的航弹 基本上我们都没有 那个时候 面对着美军的炸弹 我们在技术上 在知识上 几乎是空白的 那么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它的引信 像我们郭老 它就是拆引信 这个引信 就是炸弹在运输搬运的过程中 储存的过程中 要保证炸弹的稳定性 没有引信 炸弹几乎就是炸药和钢铁 只有有引信 它才会爆炸 所以卸出了引信 就等于是解除了危险 但是如果它是一枚定时炸弹 那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爆炸 我可能在拧弹的过程中 每一秒钟都是一个生死的考验 对吧 所以这一关怎么过 您不可以 可不可以也结合您的 拆弹过程中的一些心理的 心路历程 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心理的变化 我可能这个心理上来讲 比郭老那个时候要好得多 因为我在大学里是学习这种 炮弹的设计生产 修理和销毁的 我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 因为我在我这个裁弹 后来咱们现在的公安民警 这个裁弹 是主要对付的犯罪分子 恐怖分子制作的那种土炸弹 土炸弹有一些地方 就和当时郭老他们排的炸弹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在哪里呢 这些炸弹有的是遥控的 有的是定时的 但是这些炸弹 它不像影视剧里演的 那个定时器是在外面露着 还倒计时 也不像那个影视剧里演的 那个电线排得整整齐齐的 红的蓝的白的 那个犯罪分子制作土炸弹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定时器 隐藏得很深 线是乱成一团的 那么我们在接触的一个 怀疑是炸弹的时候 也是那种 究竟它是什么样的结构 什么样的原理 究竟是遥控的还是定时的 我们心里也没有底 就像郭老当时面临的那个一样 所以我们在 我在第一次 在进入公安队伍以后 第一次接触这种土炸弹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第一次排这个炸弹 就是在我当上排报警察的第十天 还是个晚上 那次我能记一辈子 真的是第一次用手拿着那个炸弹 往外转移的时候 是腿打着哆嗦 手发着抖的 因为那时候甚至是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个等你处理完了之后 那是一身的汗 那能瘫倒在地 他对于已知的事情 他的恐惧感是会减轻 对于未知的东西 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么作为郭老来讲 就那个时候真是 在知识上是一穷二白的 但是我能够体会到 他第一次接触炸弹 拆卸炸弹的时候 那个心理历程 所以这样说起来 郭老他们当年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就显得尤为的可敬 尤为的值得大家钦佩 那时候是用自己的胆破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以随时准备着 献出生命的这种理念 去排这个炸弹的 刚才张警官说到隐信了 我爸爸给我讲了一个 他在拆定时炸弹的时候 这个螺丝帽已经卸好了 去掏远信的时候 没注意爆炸了 当时那个威力比较小 把这个右手炸的全是黑 右手炸伤了 泡弹皮子太小了 去不出来了 去不出来了 这是受伤的情况 您看刚才张警官也讲到了 心理观难过 这个父亲有没有回来以后 跟您讲过程的时候 重点说说 他什么时候最害怕 什么时候最担心自己 可能就回不了家了 就见不了亲人了 就是他想泄的时候 他这个思想就波动很大 泄呀还是不泄 不泄吧 看到那么多战友 又想到祖国人民的安全 结果泄吧 我这要泄不好了 我的女儿 我的妻子怎么办 想到祖国 想到朝鲜人民 生活在身火热之中 又看到那么多壮烈牺牲的战友 最后他鼓住勇气 谢 谢 谢了 如果谢成功了 我们胜利了 如果要我牺牲了 也就光荣了 就这个行李 就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大无畏的精神 他的转变过程 主要就是不怕死 不怕死 那个时候跟爸爸能写个信 或者前线有个电话联系吗 在朝鲜战场上 在沈阳车站 现在的沈阳饭店 当时是抗美援朝联络所 当时我去了 他可以和朝鲜通电话 我每一次放学走到那 吴叔叔就给我和朝鲜接通了 我就给我爸说了 能联系上爸爸 能 能问问什么呀 打了几回 就爸我想你了 但是不知道是在朝鲜 到底是假的事 他没跟家里讲过 当时他在拆炸弹吧 没有 当时以后 我长大了才能讲 他也是怕着你们担心 是 所以那时候也只知道 他是就修铁路 让铺铁路 真不知道他可能面临 这么大的生命危险 好 谢谢郭大姐的介绍 但是我们说 一个拆弹专家再厉害 凭他一个人 或者身边几个人的能力 也不可能拆完美军投下来的炸弹 那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有集体的力量 要有一个团队 我们就必须要来培养这支团队 在成功拆除第一枚美军定式炸弹后不久 有心人郭金生就开始了一个长远的规划 这一次 他带上了自己一位年轻战友 他来拆除 年轻人在一旁观看 每个过程和工序 他都清晰地讲解给年轻战友 郭金生开始带徒弟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铁道工程总队队长刘汉东 对此大家褒奖和鼓励 他派工程师和郭金生一起研究 帮助他总结各种定时炸弹性能 构造 拆卸方法 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 并整理成系统的资料 汇成图纸 在总队范围内 及兄弟部队中广为传播 让更多的人学习掌握 拆卸定时炸弹的方法 在这方面郭金生 铁路工程总队 为抗联潮做出了一个算是重大的贡献 当时最常见的航空定时炸弹 外部有个反拆线罗帽 这个经过特殊处理的装置 如果没有专门的工具就无法拆除 第一次破拆时 郭金生万般无奈下 冒着生命危险砸掉了罗帽 他发现这样就可以拧开后面的 引信触发装置 这个办法虽然暂时有效 但极具风险 因为引信装置一旦受到碰撞 就会引发爆炸 因此在敲杂和拆卸过程中 就要确保炸弹平稳 在当年缺少工具和技术的情况下 郭金生选择用身体死死抵住炸弹 借此固定里面的引信装置 这段影像如实地还原了志愿军战士 拆除这种航空定时炸弹危险的土办法 然而美军的航空炸弹 不断地升级和翻新 郭金生和他的拆弹团队 也不断迎来新的挑战 这种定式航空炸弹 引信中加了两个防拆横销 一旦敲击拆除过程中用力过猛 引信极易出发 这种罐头盒大小的炸弹 外形酷似张开翅膀的蝴蝶 被称为蝴蝶丹 两个翅膀中间大约20厘米长的钢丝 一旦受到外界触碰和晃动 即刻触发引爆 这本新闻通讯集《真正的人》 印刷于20世纪50年代 在这本通讯集中有这样的描述 一个 两个 一种 两种 四十五种不同式样 不管敌人什么样的近代化武器 在我们的支援军面前都成了废铁 每拆卸一颗定式炸弹 郭金生都牢记引信的特征 部位和拆卸的具体方法 事后他记下了大量的笔记 后来编写的《炸弹处理与研究》一书 很多地方都参考了他的经验 而这本《炸弹处理与研究》 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从对先进武器无可奈何 到应付自如的宝贵经验 理论和实践总是相辅相成 此时的郭金生已经熟练掌握了 拆卸定式炸弹的基本方法 他看到一颗定式炸弹 就能判断出它的性能 推测出爆炸的大概时间 甚至从定式炸弹的外壳 就能判断出是钟表是延时隐信 还是电子延时隐信 俗话说实践出真知 郭金生勇于实践又善于总结 很快就成为拆弹领域的专家 我们看您这儿有张照片 您给我们拿一拿 这个是我父亲 这是他第一颗卸的定制炸弹 这是朝鲜人民志愿 朝鲜人民志愿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父亲给他们讲 他写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拍了像后面 这是在教学是吧 大家在学习来拆弹的经历 这都是 这照片当时是谁拍的 当时是王志进 王叔叔现在还在 但是他年龄太大了 这些照片都是王叔叔拍的 所以您看看 就是老父亲在战场上 不仅自己拆弹 学会了掌握了以后 还要教别人 他教了 教了多少人 他代替徒弟是200个都会写 其中一个大徒弟叫陈普 一个人写了116颗定制炸弹 真不错 立了一等度 这就我们说的是 就是一个人的技能提升 是很重要的 但同时他能带一个团队 教会很多的徒弟 大家都掌握这门本领 大家心往一块想 劲往一块使 集体力量最大 好 刚才郭阿姨 也为我们介绍了 王志进当时在朝鲜的战场上 为郭金生他们拆弹 拍了很多的照片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他还见证了郭金生他们哪些拆弹的经历 相机所记录的一个个生死时刻 为拆弹英雄郭金生建立了别样的战功部 他没有上阵杀敌 却在同样凶险的另一条战线 建立起足以被人们所铭记的功勋 在这本通讯集真正的人中 郭金生作为一名英雄人物 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报道 在他的报道结尾 记者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 谈到孩子 他显得更活泼了 兴高采烈地用手笔划着 我宁可自己再清除一千个炸弹 冒一千次危险 他沉思着 缓慢而有力地说道 只要我们这些孩子长大起来 一辈子不要再碰到一个炸弹 寥寥数语 朴素而真挚 说这话的时候 父亲的爱与赤子的忠诚浑然一体 为舍生忘死的壮举 做出了简单而又深厚的主角 1952年6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 授予郭金生特等功臣称号 并颁发勋章 同年9月22日 在铁道工程总队第一届庆功大会上 郭金生被推举为 归国管理代表团团员 10月20日 毛泽东主席又在中南海 亲切接见了郭金生 和其他志愿军英雄代表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郭金生 卸定时炸弹的事迹后 称赞道 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定时炸弹的秘密被你揭破了 挖出定时弹的炸药 可以崩山修路 勇敢者们 不仅揭破了敌人定时炸弹的秘密 继而展开了利用被拆除炸弹的竞赛 从美军炸弹中拆出来的炸药和弹壳 被志愿军广泛利用 昔日肆虐横行的定时炸弹 被拆弹英雄们降服 并变海为宝 这里是我们的铁工厂 在前线原料是很丰富的 随处都可以捡到美国人送来的铁块 那么在朝鲜战争时期 郭金生一共拆除了多少枚炸弹呢 他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和宝贵经验呢 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一位嘉宾 而且他还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首次披露的珍贵文件 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 抗美援朝工程总队展览馆的负责人陆辉 掌声欢迎他 欢迎您 欢迎您 来 我手上拿的这两个物件呢 一个是炸弹挂图 另外一个是一个日记本 他的主人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工程 也是拆弹大王郭金生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炸弹挂图 这个挺大的 来 我们让阿姨咱往这边做颁布 咱们在一起中间展开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炸弹挂图是怎么回事 这是郭老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宝贵的财富 对不对 对对对 咱们一边看 您一边给我们讲 这是郭老当时在朝鲜战场时 拆解炸弹 他总结出来的一整套的炸弹的拆解挂图 这也是非常珍贵 目前原件呢 也是保留在我们专题展览馆 也是属于我们专题展览的一个正馆之宝 这23张挂图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部 根据郭金生拆弹的记录印制的 他清晰地呈现了 当年朝鲜战场上主要几类常见炸弹的内部构造 尤其对于隐性装置和反拆卸装置 挂图都一一进行了详尽图解 这些挂图的出现 标志着拆除尾军定式炸弹 已经从零星尝试 变为一种有策略可传授的团队行动 张警官看到这些图 给您的专业知识了 我们简单您就看这个第一章 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它能够有什么样的提示 尤其是我们说不光是郭老自己来拆 给后面我们要教学工作 大家来学习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很清晰地表明了 这个炸弹的这个构造 这是一看 一看这个外形就知道 这是当时美军的 这个AA-M65 1000磅的爆破弹 这个1000磅就是有450多公斤 这个里面的装药大约在300公斤左右 所以它要落地的话 这个爆炸的威力是巨大的 那么它对这个公式 对这个地下构筑物 这种破坏力是巨大的 所以它把这个构造画得非常的清楚 依据这个构造就可以给我们后面的一些学员来讲这个 怎么拆 什么原理了 是吧 对 这个你看下面这个泡面图 也看到的很清晰的 这个蛋体是薄薄的一层 大约一公分左右 里面装的都是炸药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了蛋头部和尾部双隐性的 都有隐性 挂在飞机上悬挂的位置 在这很清晰地看到了 有了这张图再说怎么卸 到时候就可以很清晰地告诉大家 隐性在什么部位 要卸哪个地方 还有一个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保险的问题 你像头部这个隐性 头部这个隐性大家看到有一个就是小这个窝轮的那个感觉 散叶 对 那么它就是解脱保险的 就是为什么说隐性平时放着它不炸 轻微的磕碰它不炸呢 就是处于保险状态 等它下落的时候 正好是头朝下 这个小风扇就转起来了 转够了它的转术 保险就打开了 这个时候碰上就会炸了 那么尾部呢也有这么一个小这个窝轮 也是能够实现这种作用 后来呢美军为了防止你猜 还有一个自毁装作 万一前面隐性失效了 落在地下没有炸 那么后面的定时隐性 它可以定上多长时间 自爆 保证这个炸弹 不会落到志愿军的手里面 所以说这个隐性呢 它前后捣换了很多 好 谢谢您的介绍 谢谢 我们今天就不把所有的图都展开了 好 您收好 这是很珍贵的资料 好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挂图我们整理出来 确实当时在战场上 给我们大家了解 美军这些爆炸物的这些情况 我们如何来进行拆解 大家如何来学习 也提供了很多这种宝贵的经验 这个是郭敬孙老英雄他的一个日记本 这上面会记得一些老英雄的一些成长的心路历程 往往排弹的一些数据吗 这里面也提到了很多 包括我们在看他这个日记本里面 点到了有一点 我来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读一下 今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十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 使我又回想起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情景 敌人恼羞成怒 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 向我们运输线实行全面轰炸 并且投下数以万计的定时炸弹 妄想割断我们的钢铁运输线 困死我英雄的中华儿女 可是定时炸弹一点也下不倒志愿军的战士们 他扔下我们就拆毁他 仅我自己就拆毁了1873颗各种类型的定时炸弹 取出炸药47吨多 从定时炸弹取出的炸药 供我们爆破高山峻岭修筑道路 弹壳还供我们制造工具 用来挖土修桥 所以看上去是很平实的文字 但是能看得出来老英雄 他的人生经历 他所做出的成绩 他立下的赫赫战功 所以我们说 在当时的朝鲜的这片土地上 像郭金生这样的英雄 不光是一个人 我们还是一个集体 我们努力地学知识掌握本领 从零到刚才看到的 一个人就拆掉了1873枚炸弹 从个体到集体 以郭金生为代表的这个英雄集体 英勇为边学边干 发挥了巨大的主观能动性 真正地戳破了美帝国主义 这个智老虎 我们再次用掌声向他们致敬 好 再次谢谢二位今天 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资料 毛主席说过 敌人大炮比我们多 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志愿军打败了美国佬 靠的是一股气 拆弹英雄郭金生的故事 就解释了何为气 这是不服输的智气 是临危不乱的胆气 是无惧生死的好气 有这三分气在 敌人钢铁再多 也压不到英雄的气概 等着我寻找英雄的故事 传承不朽的精神 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